这个里面积极坏实的 这个里面还是很红的 本来这个积极坏实的 确实了那个发紫的发荷了 对 我就坏实了 管教兵做的地 肢体本身有多不发荷 但是 发荷了 基建 对 坏实只有基建 但是你把这个基建清理掉 清理掉了 那个坏实也就好了 所以从这个联终手机 失业观察 才来 发现了这样的一个 对 把基建清理掉 所以后来我们 起了一个名字叫 《屈无天经》 这个方法 也相供 一个达荷里香 一个联合病重救的 他也知道这个 也得利到我们 伤害的 可我们看病 他的身体 他就得有 有希望有把握了 他本来的制度 我也可以对 这些制度 对这些制度 那我去得用这个风格 治疗 西朗认为 高血糖导致 金简变性坏死 是糖尿病族发生的 又一重要 致病因素 提出了 糖尿病族 金居 急简变性坏死症 心病症 在治疗上 则分为急性期 和缓解期 分病变血 分期变症 刚才啊 听您说的一个说 寺庙永安汤 以及我们看了您 治疗糖尿病族 金居的一些 病案以后 发现您的用药 非常有特点 其中就是 有一些药量 用得非常狠 非常大 这是您的用药特点吗 这个量还不是一般人 敢用的量啊 我们通常学中医的人 都知道 比如说细心 心不过前 都不敢用太大的量 您怎么就敢用 那么大的量呢 而且比如说 很多瘟养药 一派瘟养药 药量都不小 这个 就是从西医学的中医之后 也是想开封的 叫解封 你就觉得有些 不要太记者 不要太记忆 比如一个细心 我们只管用12颗 那么实际上 我自己用10颗 15颗 20颗 都可以 这没有问题 这没有问题 到了上世纪 80年代中期 随着治疗脉管病 和糖尿病族症的 良好疗效 西九一先生 在中医界 声名缺起 无数海内外的患者 慕名而来 他以高超的医术 和玄壶技士医德 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一个走向海外 推广传播中医的机会 就这么来了 西老我们都听说过一个 比较传奇的一个故事 是您到安曼去 给他们的国王看病 是吧 您给我们讲一讲 这个故事 当时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找到您的 他多门到上海来打听 他特地到我医院里 来看 去的人呢 看了这个病人啊 知道是 每次零八重 用理事修重的方法 慢慢慢慢我家了 当时是国王 还是什么人得了病 他国王的母亲 是老王后得了这个病 得了老 您去了多长时间 去一个月就好了 去一个月就好了 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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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满王国期间 西九一除了给王室的人员看病 还与阿满皇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